北京时间9月13日,新赛季的NBA还没开始就已经失去悬念了,很多人都是这么认为的,包括最近想要重返联盟的太阳传奇球星斯塔德迈尔。 今日,小思在接受采访时谈到了勇士和詹姆斯的决定3,他分别对NBA最伟大球队和NBA最伟大球员做了总结,首先是勇士,小思承认,看完了整个联盟,我不认为有球队可以击败勇士,从现在开始,随着时间的流逝,努力去打造球队,未来或许有人可以击败勇士。 但下个赛季,我认为他们不可战胜,看看勇士这套首发的2K屏飞就知道,这真的是联盟中最可怕的阵容,而且唯一的短板内线也被迷雾了。 另外一方面,小思还聊到了扎孔,对于他家忙活人的决定,小思表示很明智,乐布朗越来越有商业头脑了,这是一个商业的决定。 我认为跟胜利以及冠军关系不大,他为了商业和佳人做出了最好的选择。 小思是这样看的,确实,对于已经无欲无求的詹黄来说,商业和佳人,比冠军有吸引力太多了,NOXV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